女子将丈夫出轨的信息告诉闺蜜 闺蜜给女子出了个主意 女子听从闺蜜建议约出了第三者 不料发生意外 第三者自己摔成重伤 女子和闺蜜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 热心闺蜜帮倒忙 热心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8年的一天下午 我们案件的主人公李梅 特意和公司领导请假 然后去了一家高档商场 精心挑选了一条领带 她早早地坐在丈夫张虎公司楼下对面的长椅上 等着丈夫 原来呢 这一天是李梅和张虎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 这条领带就是李梅给丈夫准备的纪念日礼物 她想给丈夫一个大大的惊喜 可没有想到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李梅是只有金 没有喜 李梅等了一个小时后 张虎才从公司下来 她正准备上去给丈夫一个大大的拥抱 突然发现 张虎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 而张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不远处的李梅 而是和这个女人一起上了一辆车 李梅一下子懵了 好端端的结婚纪念日 丈夫和别的女人出去干什么呢 她赶忙拦了一辆车 跟在后面 只见张虎去了一家高档西餐厅 她下车后 和身边的女人是有说有笑地走了进去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李梅顿时傻眼了 因为丈夫张虎几天前答应 今天要陪自己过结婚纪念日 难道丈夫忘了吗 李梅想冲上去找丈夫讨说法 可是转念一想 万一自己冤枉了丈夫怎么办 一时间李梅陷入了两难之中 思虑再三 李梅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就打车回了家 回家路上 李梅收到了张虎的信息 说她有个重要客户 晚上要签合同 忙完后马上回家 李梅本来就满腹狐疑 也懒得回复丈夫的信息 晚上八点 张虎回了家 一进门就看见妻子在沙发上 阴着脸 她急忙是连连道歉 一边道歉 一边把一个礼品袋 放在了李梅面前说 老婆 我今天确实是公司有事情耽搁了 我错了 我错了 你看 这个包是我给你的纪念日礼物 你别生气了 李梅没有接礼物 而是拿出手机里的照片 问张虎 这个女人跟你什么关系 张虎看完后 连忙解释说 她是我的秘书 我们两个先到餐厅等客户 我跟她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李梅见张虎又是道歉 又是送礼物 态度很诚恳 这才勉强相信 这件事之后 李梅对丈夫张虎 到底有没有出轨 还是心存怀疑 所以凡事都留了个心眼 没料到李梅很快就做事了 丈夫出轨的事实 一天上午 李梅在家里收到了一件张虎的快递 拆开包装一看 李梅是两支国外某知名品牌的口红 拆开口红包装后 李梅看出这个口红完全不是自己平时经常用的色号 更奇怪的是 今天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 为什么丈夫会突然买口红呢 李梅感觉丈夫一定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于是李梅决定等丈夫张虎回家 李梅一问究竟 张虎回家后啊 李梅就质问张虎 你连我平时用什么牌子 什么色号的口红都不知道 这口红是送给哪个狐狸精的 张虎毕竟是作贼心虚啊 一下子问的是满脸痛苦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李梅继续逼问道 你不说话那就是默认了 你是不是出轨了 见张虎还是低头不语啊 李梅直接将手中的口红摔在了地上 伴随着啪的一声响啊 口红在地上碎成了好几段 张虎再也忍不住了 他攥进拳头使劲对李梅咆哮道 我是出轨了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离婚 说完张虎就要走 面对情绪失控的张虎啊 李梅也是怒火中烧 好你个张虎 出轨了你还有理了 你要是敢出这个家门 就别再回来了 幻音刚落 张虎头也不回地衰眠而去 这一下子李梅傻眼了 之前和张虎的点点滴滴 不由地浮上了心头 李梅和张虎是大学的同班同学 两个人从大一下学期开始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感情一直很好 毕业之后李梅去了一家外企 张虎则接受了他父亲的公司 李梅是精明干练性格强势 是个急性子 而相反 张虎做事稳住 处处呢浪着李梅 两个人性格上是正好互谱 在双方家人的催促下 两个人大学一毕业 就领了结婚证 这如此美满的一对 李梅根本就想不到 张虎会有出轨的一天 张虎离开之后啊 李梅自古自在拿出了一瓶红酒喝了起来 一边喝酒一边发朋友圈 我把心都给了你 你却在我心头上狠狠地捅了一刀 既然不爱 又何必伤害 在这段话的最后啊 李梅还附上了三个心碎的表情 半小时候 李梅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他亮亮呛呛地走到门口 开门一看 是他的好朋友薛小婷来了 原来啊 薛小婷看到李梅发的那段话 意识到李梅肯定出了什么事 然后给李梅打了十几个电话 都没打通 他赶紧跑过来问原委 这个时候啊 李梅已经喝完了半瓶红酒 他边哭边醉喧喧地说 亭子你帮帮我吧 我不想活了 薛小婷关键又心疼地问事情的缘由 李梅向薛小婷哭诉了张虎出轨的事情 面对公婆的催生 李梅不为所动 丈夫张虎左右为难 张虎对妻子李梅越发失望 和助理有了私情 并和妻子李梅摊牌 可还没等到夫妻二人办理离婚手续 李梅就被警方逮捕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热心闺蜜帮到忙 正在播出 李梅和薛小婷从小在一个院子长大 薛小婷比李梅大半岁 从小到大 只要李梅受了委屈 薛小婷都会帮她出头 而薛小婷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 上学的时候 李梅经常把自己的生活费分给薛小婷 薛小婷自己也争气 三十岁出头 就当上了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经理 李梅和薛小婷两个人不是亲姐妹 盛似亲姐妹 薛小婷听完李梅的讲述 安慰李梅说 张虎提离婚肯定有原因 到底是为了外面的女人 还是跟你过不下去了 你找张虎好好谈谈 问问清楚 别动不动就离婚 这么多年的感情 哪里是说分就能分的 李梅觉得 薛小婷讲的也有道理 于是 她给张虎发了一条信息 约张虎明天晚上下班之后 在某餐厅见面商议离婚的事情 发完信息后 薛小婷陪李梅一直喝酒到半夜 安顿了李梅后才离开 第二天晚上 张虎如约而知 李梅意改往日强势的作风 她给张虎倒了一杯水说 我们好歹夫妻一场 如今走到这个地步 你至少让我知道 你为什么要和我离婚吧 见妻子不是来和自己吵架的 张虎放下了心理包袱 说出了一直存在她心底的心结 原来由于张虎的父亲身体不好 所以大学毕业后 张虎马上接受了父亲的公司 和李梅结婚后啊 张虎的父母就一直渴望着早儿抱上孙子 但李梅认为啊 刚结婚就要孩子不是时候 她希望等事业有了起色之后再说 这样能够给孩子更好的经济条件 而且呢 她希望能够多跟张虎享受二人世界 不想过早地为了孩子操心 一开始 面对父母的抱怨 张虎还在为李梅说话 让父母不要太心急 可是时间久了 李梅和公婆之间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嫌隙 张虎尝试着去劝李梅 但李梅很强势 说不行就不行 张虎被夹在父母和妻子之间非常难受 又无可奈何 李梅没有体会到丈夫的感受 也缺乏对她的关系 夫妻关系的裂痕由此产生 随着家庭压力逐渐增大 张虎慢慢地不愿意回家了 为了逃避家里压抑的氛围 张虎经常在公司待到很晚 而就在这个时候 张虎的身边出现了一个人 给了张虎莫大的心理安慰 这个人是谁 吴莉莉是张虎的私人秘书 她看出来张虎有心事 于是就一直陪着张虎 每次都是张虎离开公司后 吴莉莉才离开 这让张虎很感动 和吴莉莉在一起聊天 张虎是又开心又放松 吴莉莉比张虎小七岁 还没有结婚 平时工作中呢 她被张虎的长手稳重使深深吸引 张虎通过和吴莉莉的接触 发现吴莉莉是既体贴又懂事 既能把工作安排得紧紧有条 又能照顾她的感受 慢慢地对吴莉莉动了情 在一次应酬过后 和吴莉莉的两个人去宾馆 发生了一夜情 最终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和吴莉莉在一起后啊 张虎经常带吴莉莉去高档餐厅 吃饭聊天 结婚纪念是哪天 张虎本想着回家陪李梅 但是碰巧 那天正好是吴莉莉的生日 面对吴莉莉的邀约 张虎最终决定先去陪吴莉莉 然后再回家陪妻子 没想到恰好被妻子撞见 发生了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这件事之后 张虎动了和妻子李梅离婚的念头 可是又不知道如何开口 白天上班的时候 经常心不在焉 有一天啊 吴莉莉走进张虎的办公室 对她撒娇说啊 亲爱的 我看上了一款口红 可是这个月的工资我都花光了 张虎马上说 你把购买链接发给我 我给你买 就这样 张虎在网上买了两支口红 可是在填写收件地址的时候啊 她本来是要填公司地址 却因为心不在焉 填成了家庭地址 结果被妻子李梅发现了 她出轨的密闭 李梅听完张虎的讲述之后 半天说不出话来 张虎呢则一直低着头 不敢正视妻子李梅的眼睛 过了好久 李梅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 她的张虎说 离婚的事我再考虑几天 我们先不要见面了 张虎终于卸下了心里包袱 她忽然觉得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这个时候啊办公室秘书 也就是张虎的情人吴莉莉的电话打了进来 有个大客户约张虎明天下午 在南风某城市洽谈合作 吴莉莉已经给张虎安排好了明早的机票 吴莉莉的体贴让张虎心里是暖暖的 她越来越觉得和李梅提离婚是正确的选择 张虎给李梅发了信息 告诉她自己要出趟差 希望出差回来两个人能把婚离了 和妻子摊牌后 张虎的心中终于卸下了包袱 可就在这时 张虎突然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说她的妻子李梅被拘留了 听完警方的话 张虎瞬间惊呆了 自己和妻子李梅前两天还在闹离婚 怎么她就被刑拘了呢 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顾不得多想 张虎赶紧赶回了家 到了公安局 民警告诉张虎 李梅把吴莉莉打伤了 吴莉莉正在医院治疗 其他案件细节目前不方便透露 张虎听完完全傻了 她给李梅打电话打不通 又给吴莉莉打电话还是打不通 六神无主的张虎值得求助律师 律师会见完了李梅后 告诉了张虎事情的原委 原来就在张虎出差的那天晚上 李梅把张虎要离婚的原因 李梅告诉了好朋友薛小婷 薛小婷立刻就火了 她对李梅说啊 你坚决不能离婚 不能这么便宜张虎和吴莉莉啊 你咽得下这口气嘛 李梅说 我当然咽不下 薛小婷马上说 就算最后要离 也要给那个坏女人一个教训 李梅当即表示同意 而且啊 张虎出差赶不回来 正好是一个教训吴莉莉的好机会 第二天下午 李梅将车啊停在张虎公司门口 薛小婷在对面的长椅上坐着等待时机 一个小时后 李梅见到了下班出来的吴莉莉 走上前就把吴莉莉拦了下来 吴莉莉见到李梅后 疑惑地问 你是谁 李梅没好气地说 我是张虎的妻子 咱们聊聊吧 吴莉莉一听啊 心里一惊 转头就要往公司走 不料 却被李梅一把拉住 吴莉莉掏出手机想打电话求助 结果手机刚拿出来 就被从马路对面 跑过来的薛小婷抢走了 吴莉莉害怕地问 你们想干什么 李梅说 咱们找个地方谈谈 谈完了 我可以离婚成全你们两个 薛小婷在一边帮腔说啊 我们手里有你第三者插足的证据 随时可以发到网上去 你还年轻 不想前途就这么毁了吧 如果不想你就跟我们走 吴莉莉也想把这件事说清楚 她不想一直做第三者 再加上 薛小婷给她施加的心理压力 吴莉莉最终同意了李梅和薛小婷的要求 三个人一起上了李梅的车 跟着李梅上车后 吴莉莉遭到了李梅和薛小婷的暴打 恐惧之下 吴莉莉着急逃跑 不慎摔成重伤 李梅和薛小婷被警方逮捕 可是他们辩解称 吴莉莉是自己摔倒的 他们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李梅和薛小婷的说法 成立吗 热心闺蜜 帮倒忙 正在播出 薛小婷坐上了驾驶位 李梅和吴莉莉坐到了后盘 车辆行事过程中 李梅看着眼前这个破坏自己家庭的人 气不大意出来 他质问吴莉莉 你为什么要勾引我们家账户 吴莉莉坦然地说 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 薛小婷听完后 阴阳惯气地说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 李梅也被激怒了 开始辱骂吴莉莉 骂她是狐狸精不要脸 吴莉莉一开始呢 沉默不语 后来被李梅骂极了 就还了几句嘴 结果被李梅狠狠地抽了良机耳光 吴莉莉是害怕极了 她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脱身 薛小婷把车开到了一处废弃的厂房 吴莉莉拉开车门就要跑 被李梅是死死拽出 薛小婷见状赶紧下车 和李梅一起将吴莉莉拉到了厂房的二楼 上楼后 薛小婷为了帮李梅出气 往吴莉莉的肚子上狠狠地踹了一脚 吴莉莉一个猎切倒在了地上 为了不再受伤害 她站起来一个近日的道歉 说自己已经认识到错误 表示愿意从公司辞退和招呼断绝关系 可李梅已经气血上游 根本不肯善罢甘休 她冷笑道 你以为这样就算完了 我必须让你付出代价 薛小婷把吴莉莉的手机递给李梅 李梅拿着吴莉莉的手机对她说 你把手机解锁 我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家里人 吴莉莉要求李梅不要把这个事说出去 拒绝说出解锁密码 李梅气急败坏 李梅一脚又将吴莉莉踹到在地 并骑在吴莉莉的身上撕扯她的衣服 吴莉莉全锁在地上是全力反抗 李梅没能得逞 起身后又踹了吴莉莉两脚 薛小婷在在一旁 一直拿着手机拍视频 并威胁吴莉莉 如果不收出手机密码 她就把这个视频传到网上去 吴莉莉被逼无奈 只能把密码说了出来 说完之后啊 坐在地上抱着头哭了起来 李梅翻开了吴莉莉父亲的电话 并拨打了过去 可是电话一直没能打通 于是她对着吴莉莉拍了几张照片 便写了一句话 您女儿正破坏别人家庭 写完后通过彩信发了出去 这还没完 李梅和薛小婷又开始翻看 吴莉莉的微信聊天记录 她们想看看 吴莉莉到底是怎么勾搭上张虎的 看到李梅和薛小婷如此疯狂 吴莉莉的内心极度恐惧 她想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于是趁着李梅和薛小婷不注意 吴莉莉把腿就跑了 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跑的过程中 由于太过惊恐 吴莉莉没有注意到脚下的碎石块 结果一脚踩了上去 失去了重心 直接从二楼摔了下去 李梅和薛小婷傻眼啊 赶紧拨到了110和120 急救车将吴莉莉送到了医院 经过全力抢救 吴莉莉的命保住了 可是身体多处骨折 脏气受损 脊柱神经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今见地为重伤 李梅和薛小婷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得知真相的张虎 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行为 让李梅和薛小婷都进了看守所 也彻底葬送了情人吴莉莉的未来 张虎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侦查终结后 检察机关将李梅和薛小婷 起诉至法院 检察机关认为 李梅和薛小婷因为疏忽大意 导致吴莉莉从楼上摔下造成重伤 应当以过失之任重伤罪 追究两个人的刑事责任 而李梅和薛小婷便称 吴莉莉是自己奔跑的过程中 没有注意到脚下而意外坠楼的 这完全是一起意外事件 他们虽然同情无利地的遭遇 但是对此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那么李梅和薛小婷的辩解能够成立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如何区分疏忽大意的过失和意外事件 疏忽大意的过失和意外事件有相似之处 表现在行为人在事实上都没有预见到自己的行为的危害结果 而客观上又多发生了危害结果 但是呢疏忽大意的行为人是应当预见能够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 只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而在意外事件中 行为人是不应当预见不能够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 所以二者区分的关键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能够预见 换句话说如果行为人有助于能力 但是未尽到注意意乎 这就表明行为人是应当预见能够预见却没有预见 而这就是疏忽大意过失的行为人应当承担行事责任的根据 具体到本案李梅发现丈夫张虎和吴莉莉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后 双方应当心病气候的沟通解决 但是李梅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化解矛盾 为了解奋报复和薛晓廷一起对吴莉莉实施殴打辱骂恐吓等行为 致使吴莉莉产生了恐惧心理 在离开现场的过程中不慎从二楼摔下而受重伤 李梅和薛晓廷作为认知能力健全的成年人 在对吴莉莉实施侵害时应当能够预见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 在此过程中疏忽大意致使未能预见 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 所以他们二人的行为构成过失之人重伤罪 由于吴莉莉对北岸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 且李梅和薛晓廷主动报警积极赔偿了吴莉莉 最终法院判决判处李梅有期徒刑一年 缓行两年 判处薛晓廷有期徒刑十个月 缓行一年六个月 李梅和薛晓廷 共同赔偿附带民事原告人吴莉莉 经济损失七十八万元 案发后 张虎带妻子李梅积极赔偿了情人吴莉莉 但是啊 多少钱也换不回吴莉莉的健康 由于升到了几株神经 吴莉莉的余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经历这件事后啊 张虎和李梅离了婚 由于把家底都赔了出去啊 再加上张虎无薪工作 公司的运转出现了严重问题 最终张虎被迫将公司低价转让 父母留给他的产业 就此毁在了他的手里 李梅和薛晓廷虽然没有被判处实刑 但是毕竟触犯了刑法 被各自的公司解聘 张虎和吴莉莉的婚外情 是导致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两个人都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两个女人 李梅和薛晓廷 李梅本来是婚姻的受害者 但是她没有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问题 为了泄愤失去理智 最终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 而薛晓廷作为李梅的朋友 她没有能够劝李梅冷静处理 反而推波助澜成了帮凶 她本来拥有的大好前程就此葬送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也雪上加霜 实在是令人唏嘘啊 经历这件事后 李梅虽然嘴上没有怪罪薛晓廷 但是她一想到薛晓廷在她不理智的时候 还火上浇油 没有正确的帮助自己 心里就很别扭 不想主动与薛晓廷联系 薛晓廷也自知对不起李梅 也不好意思再去联系李梅 最终 两个人从无话不说的好姐妹 走向了末路 观众朋友 今天的案例给我们一个启示 好的朋友 在你迷茫困惑的时候 会给你指明正确的方向 而在你失落愤怒的时候 会帮你输解情绪 排解忧愁 而绝不是煽风点火意气无事 这样只能把事情变得更糟 甚至尿成大祸 正所谓 朋友永远是美德的辅佐 而不是罪恶的推手 好了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